在隧道, 狗狗救我那場戲 那場戲其實我每一次看 我都是眼淡光 救命… 那也算了, 好了 狗狗的東西開始吃壞了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爸爸回來 你跟我說, 不如你幫我安樂死吧 這個矛盾位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挺難處理的 你決定要安樂死嗎? 是 好, 我接你的電話 你只剩下民宿一個親人而已 我等我… 你知不知道漸動人症的病人 痛苦我們現在十多人 你們不明白 就不要站在道德高地 去否定人想安樂死 大群冰皮月餅呈現, 踩過界 星期六日晚, 記得收看